爹 娘 那儿有船呢 大哥 快看 那儿有个法子 上面还有人呢 就是啊 快点 把船划过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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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看 是我天鹰教 是啊 两边的人在动手打架 快点过去看看吧 天鹰教再次办事 土香干的避开 日月光照 天鹰展翅 炽叶熊熊 不愧世人 前面是哪一坛在烧熊举火 天危堂确定青龙坛 神龙坛在此 来着可是紫危堂堂主 是我啊 大哥 我是嘱嘱 住手 大家站起住手 我妹妹回来了 大家站起住手 小姐 白龟兽参见小姐 白龟兽 白龟兽 大师哥 大师哥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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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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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大师哥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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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弟 五弟 真的是你啊 五弟 五弟 十年了 我们十年没见了 大哥 素素 是你啊 真是你啊 哥 你好 好 好 这十年来啊 可把我找苦了 谢天谢地 你可回来了 快找舅舅 舅舅 素素 这 这是我的孩子 叫做无忌 十年不见 你都嫁人生子了 想必哥也儿女成群了吧 我 一团糟 一团糟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好 好 你回来了 爹呀 一定会乐风了 还带回来 这么俊秀的一位小外孙 他老人家一定会乐坏的 这怎么回事啊 素素 赶快过来 我给你介绍大师哥 好 走 素素 没事的 来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大师哥宋远桥 这是我六弟英离亭 七弟陌生谷 素素拜见大哥 六弟还有七弟 这是 这是我七殷素素 我儿张无忌 可以了 你们武当的家务事 该告一段落了吧 敢问这位是 昆仑西华子 上天有眼 让我在此巧遇了你们 张无侠 谢迅那个恶贼在哪儿啊 王盘山倒 金毛狮王谢迅 在夺屠龙刀的时候 杀害了所有与会的英雄豪杰 我昆仑派弟子也命丧其中 张无侠 这事江湖人人皆知 谢迅带走了你和天鹰教的殷素素 你要是回答说 不知道谢迅的下落 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张翠山 谢迅在哪儿 快说 无恶不作 杀人如麻的恶贼谢迅 在多年前早就死了 谢迅死了 没错 在我生着孩子那天 他狂性发作 正想杀害五哥跟我 突然间听到孩子的哭声 他心灵意启发就死了 速速机灵过人 言之有理 恶贼谢迅在多年前已经死了 好人谢迅则在那时 这些诞生了 张翠山 你说 我叫妖女的话 我信不过 我要你亲口说 恶贼谢迅 的确已经死了 娘 义父不是恶贼 义父没有死 娘 义父没有死 不计 娘 为什么要说义父死了 他明明好端端的还活着吗 大人说话 小孩不多什么嘴 我又说的是恶贼谢迅 有没有说你义父 小弟弟 谢迅是你的义父 对不对啊 他在哪里啊 我不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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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爹 娘 我没有说 孩子 江湖先河 你怎么能懂呢 娘 义父是不是没有死啊 他没有死 娘是骗他们的 他们这些人都是坏人 他们都想去害你义父 这毛头小子一句我不说啊 就以言明谢迅还没有死 张翠山 对不对啊 各位大侠 武当宋远桥说句公道话 关于金毛狮王谢迅的事 不只是关系到你昆仑派 更关系到武林各大门派和各大邦会 所以这件事虽然已经吵嚷了十年之久 也不在这一时半刻 在下必须和我五弟回到武当山 禀明师父 以听师父示讯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 必然会引起武林一场难以收拾的浩劫 我想西华子和我一起在场的各位 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罢 张三丰乃一代宗师 我断定他会秉公办事 不会护短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只要有一丝闪失 我一定会找正武当山 恭候你 祖祖 过了前面那个坡 就剩半天路程了 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师公了 娘 我一定要叫师公 教我武当太极拳 师公一定会教你的 他肯定会喜欢你 小心点 停下 停下 大哥 大哥 娘 什么声音啊 没事 发生什么事了 不清楚 大哥 你慢点 远兵或许不是出国来的 我们不要清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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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孩子不见了 孩子不见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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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五哥 五弟 五哥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告诉你 因为你是坏人 不许你说我是坏人 你就是坏人 坏人 坏人 你打我吧 我不害怕你 我讨厌你 小鬼 小鬼 快说 快告诉我 金毛狮王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说 就算你把我打死了 我也不会说的 你没想死 我成全你 别犯 小鬼 不杀你 我要用你 逼你爹娘就分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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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